点开始 执行 然后执行这边 输入 R E G E D I T 按确定 然后 出来的画面是这样 点第三个 H-Key Local Machine 把它打开 把 第一个 Hardware 硬体 打开 然后 点开第二个 Description 打开 再把 System 打开 第一个 Central Processor 打开 然后再点第0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Identifier 后面的值 X86 就代表32美元 如果是 Intel 64 那就是64美元 或者是AMD64